然后接下来还是中国号 这个时候我们写什么 写一个连续的 比如说刚才我写的一个 我匹配第一位是什么 是不是写1到9 1到9表示什么 表示匹配 对了 1到9就表示 比如说我写一个1到9 表示这一位可以是1到9的任何的一个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就是连续的了 1到9 就是连续的了 所以我写一个9行不行 行不行 匹配吗 但是我写一个0 可以吗 因为1到9是不包含0的 1到9是不包含0的 所以这样做就不行了 彭里这里面不仅仅可以是1到9 还可以是什么 还可以是A到Z A到Z A到Z A到Z表是什么 只要是一个小写字母都行 只要是一个小写字母都行 看 只要是一个小写字母都行 但是大写字母就不行了 大写字母就不行了 那我如果这样写呢 大A到大Z呢 这样呢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用来做匹配的 用来做匹配的 然后另外呢 中国号还有一些好玩的用途 比如说A到Z 那我希望这一位是一个字母 不管说是大写字母 或者是小写字母都行 是不是我要取A到 小A到小Z 和大A到大Z的一个并级呀 是并级叫什么级 反正不是交级 就是并级对吧 那么我怎么写呢 是 接着往后写就可以了 大A到大Z 不用 不用格 不用空格之类的 顺序无所谓 顺序无所谓 你这样写和大A到大Z 小A到小Z一样 但是你不能写大A到小A到大Z 为什么呀 你们也知道阿斯克马 他们连续吗 不连续 所以呢 你只能这样写 大A到小Z之间呢 也是有其他的字符的 也是不连续的 所以这样子呢 就表示我这一位可以去匹配 任何的一个字母 不管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 你往后再拼个1到9是吗 直接往后拼 直接往后拼 1到9 那这样的话呢 来看一下 这个是V小写字母 可以吗 可以 那我再来一个大写字母的 F 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 我再写一个数字 1到9 我应该写0到9的 对吧 我再写个8 0肯定不行啊 8肯定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0可以吗 我数字是0 1到9的 对吧 所以0肯定是不行的 好 这个是中括号 用来表示匹配1位 匹配1位 好 主事呢 我写上去啊 1到9表示 这一位字符可取的范围是1到9啊 然后A到Z 大A到大Z 这个表示 这一位可取的 这一位字符可取的范围是 小A 小A到小Z 和大A到大Z 好 这个是一个范围啊 这个是一个范围 然后还有 还是中括号 别着急 还是中括号 这次写什么呢 写这个 加1到9 加1到9 表示什么呢 表示 这一位字符 可以是 1到9 之外的 任何字符 你看什么意思吧 就是除了1到9 其他都行 你在1位怎么写10 所以呢 我来看一下 1到9 1到9 表示这一位呢 我可以写1到9之外的 其他的所有的字符 那么我写个0 行不行 看一下 处吧 我写一个6 行不行 6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对吧 所以这样做是不行的 是false 是false 空格 空格没问题啊 空格也是一个字符啊 对不对 空格也是字符 而且空格也是一个不包含1到9的字符吧 没在1到9这个方面的字符啊 所以这个符号表示非表示取反 表示非取反啊 好是吧 还有多着呢 别着急啊 好了以上这些呢 咱们就归为是中国号的应用啊 中国号的应用 那么 好了 再往下呢 就不是中国号的应用了啊 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另外的三个符号 一个是 加 星 和问号 这就开始害了 别着急啊 加表示什么呢 加表示这个前面的一位字符出现了一次或多次 星表示前面的一位字符出现了零次 或多次 然后问号表示前面的一位字符出现了零次或一次 这个加表示前面的一位字符出现了一次或多次啊 上不封顶 比如说呢 我写一个hello word 这样吧 我们不写hello word了 我写个hello吧 hello word太长了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hello 在这呢 我可以把这个L 这个L是不是出现两次呀 对吧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L呢 换成加号 什么意思呢 表示加号前面字符是不是L啊 表示L这个字符呢 出现了一次或多次 那你说和这个匹配吗 匹配吧 当然这些呢 我要加一个修饰啊 叫连续 连续出现了多少多少次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L连续出现两次呀 所以匹配吗 匹配 处对吧 那么我再写几个 匹配吗 还是匹配的 对不对 这个还是匹配的 因为L出现了多少次呀 多次吧 这个是啊 对吧 那你说我写个L 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呀 一次或多次嘛 这不是一次嘛 对不对 一次或多次啊 但是我不写行吗 这个就不行了 对吧 这就false了 所以加号的作用呢 是表示一个字符呢 连续出现了一次或多次 然后信号呢 表示一个字符连续出现了零次或多次 所以呢 我换成信号 换成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匹配吗 这是匹配多次呀 走一个 处啊 同样 LLLLL 是不是也可以呀 对吧 这个也是多次啊 这也是多次 然后 没有 可以吗 可以 走 是不是还是出啊 然后 如果我直接一次呢 可以 可以 包含一次 包含一次啊 包含一次 所以信号也是可以的 脚趾棍是吧 就表示这个字符呢 可以有 可以没有 有的话可以多次 知道什么意思吧 加号 加号其实是有一个 如果不出现的话呢 就是false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问号 问号表示什么呢 零次或一次 也说可有可无 对吧 可有可无 但是如果有的话 只能有一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出对吧 那么我不写行吗 不行 可以吧 出现零次或一次吗 对吧 但是我写一堆呢 不行 这样行不行 不行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既然这样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疑问 这样行不行 这样行不行 为啥呀 因为这个L 是不是只出现了一次或零次呀 这个L和他匹配了 对不对 好嘞 能明白这个就没问题 好了 那么这个是加号 信号和问号 加号信号和问号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过号 大过号呢 有这样的三个用途 第一个是M 就表示 前面的一位字符 连续出现了M次 然后是M 斗号 表示 前面的一位字符 至少连续出现了M次 知道他俩区别吧 一个是恰好M次 一个是恰好M次 一个是至少M次 对吧 就一个是等 一个是大于等于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M 斗号 N 这个可以不控格 可以不控格 表示 前面的一位字符 出现了 不是N次或M次 是M到N次 就大于等于M次 小于等于N次 大于等于M次 小于等于N次 注意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去 刚好去限定一个次数 或者说限定一个范围 或者说限定一个下限 那么上限怎么办 斗号M 斗号M对吧 没有这个语法 所以上限怎么办呢 0 0斗号M嘛 是不是 你赚一个上限下限肯定是0啊 就不出现吧 总的是负数吧 对吧 所以啊 所以在这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现在把这个问号呢 换成一个3 也就是说我这个L 必须要连续出现三次 现在匹配吗 Y 这里面L才出现两次了 对吧 所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false 但是如果我再写一个L呢 可以吗 可以 这样就匹配了 这处 啊 这处 对 那么我写个三斗号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呀 大于等于三次 肯定包含等了 对吧 三次 那我 可以吗 可以吧 至少出现三次 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那么我要写一个3到5 这样还可以吗 可以 这个妥妥已经超过五个了吧 对吧 所以这样做呢 是 false 是不行的 那么我做一些删除吧 12345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这是五个吧 这是处啊 三次或五次的话 就不能用这个来实现了 这种分组了 等会儿啊 没到呢 别着急 好了 那么这些呢 是判断这个次数 判断次数 这些呢 都是连续的啊 这有一个就是连续出现的啊 然后呢 再来 其实三次或五次 以咱们现在讲的这些个知识点来说呢 是能做到的 啊 不 那是连续出现的 他说三次或五次 就不包含四次 其实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去判断一个三次 然后后边的那个 不是五次吗 你可以呢 再连续写 我们来试一下吧 比如说我要去判断一下 这个L呢 连续出现了三次或五次 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个是匹配L出现了三次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 呃 L 出现了这个 出现或者不出现是吧 哎 这个还不行 那等会儿来说吧 什么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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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的啊 好吧 LL问号是吧 不行 因为问号只能匹配一位 啊 好 别着急 后面有啊 三到四的什么 别着急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呃 判断某一位出现的次数啊 判断某一位出现的次数 呃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几个 特殊的符号啊 特殊的符号 比如说呢 刚才在程序中呢 我写一个判断是否 或者QO号 大家看到了 有这样一个东西 杠D 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的是啊 0到9 0到9可以简写为杠D 就是判断是否为数字 啊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个杠大D 这是什么呢 这是非0到9 不是吧 是的 为什么是D呢 它就是D呀 这不是我定的呀 这儿 这儿 这杠D呢 是用来匹配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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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 等价于0到9 而大D呢 是等价于这个非0到9的啊 非0到9的 然后剩下呢 和咱们以前讲的是差不多的 像什么杠N啊 杠R啊杠T啊 之类的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垂直的制表符 之类的啊 这些呢 呃 大家感兴趣的 直接过来看看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一些个特殊的符号 没有必要呢 全部都记下来 这没有必要啊 这两个呢 是比较常用的 比较常用的 好 但是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啊 呃 还记得刚才我那个Q号验证 怎么写的吗 忘了 对了 刚刚我写这杠杠 啊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 这个不是正则里面的 这个不是正则里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正则写到这个字符串里面的话呢 你说我这样去写 我写一个 啊 刚才我的Q号验证是这样写的啊 第一位 第一位是什么样 一到九的数字 对不对 然后第二位应该是 零到九的吧 嗯 是不是数字嘛 那么第二位这样的数字需要出现多少次呀 四次到十次对吧 因为一个合理的Q号范围应该是长度是大于等于五小于等于十一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位是第一位 我们已经把它给去除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位需要出现多少次呀 四到十次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Q号验证了 啊 只不过呢 刚才我这写的是一个杠地 但是如果说你写杠地的话会有问题 因为在字符串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样 转移字符 对吧 所以你要怎么做呀 你要再转移一次 对吧 这一个斜线呢 是转移字符 是这个字符串里面的转移字符 对 你也可以加S 你也可以加S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是转移字符了 你也可以这样写 所以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来匹配 QQ号了 最后一个点 点是什么呢 点是通配符 可以匹配 任意字符 点是通配符 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第二是通配符 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所以其实 回头看一下 我们正则里面讲了多少语法呀 也就这么几个吧 很多吗 中锅号大锅号 我还没写小锅号呢 等会有小锅号啊 分组 最后一个是这个符号啊 小锅号等会说啊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里面是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正则的语法 所有的正则语法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正则的实力 第一 判断一个手机号 是否是合法的 我查直度了 public static不玩 然后我们去check phone number string number啊 我们来判断一下一个手机号是否是合法的 手机号的规则是什么呀 知道吗 首先我们先来写正则 好 我们先来写正则 写正则之前 先把这个开头结尾写上 然后第一位是什么 只能是一 对吧 第二位呢 可以是三 可以是 0到9啊 不是吧 13 15 17 18 有19吗 有19啊 诈骗的 4 有4吗 好吧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不用百度了 不用百度了 就这样了 然后从第三位开始 就是一个0到9的数字 那么这样的数字出现多少次 多少次 9次 对吧 因为一共11位 这个是一个正则 然后呢 我们来匹配一个字符章是否合法 刚才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可以去实力化一个regax对象 对吧 r等 newregax 然后呢 通过一个正则表达式来实力化一个他的对象 然后用他r.easematch来做 是不是啊 但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return一个regax 还是这个类啊 还是这个类 但是呢 提供用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静态方法 叫做easematch 静态方法 然后呢 我们来判断number这个字符串是否匹配parten这个规则 判断number这个字符串是否匹配parten定义的规则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正则表达式的实力啊 for result 0 等这个check for number 然后是我虽然写一个吧 by bwd6